不只是马华,我相信还有其他的成员党方面的话 我还是抱着那种愿意谈的方式 谈妥是最好,谈不妥就面对了 就是明天如果是解散国会的话 我相信民政党会竞选的国州议席应该是超过 我们原本在国阵竞选的国州议席 首项目游丁承诺,疫情一旦受控就会解散国会,还政于民 各政党的竞选机制也准备就绪,随时应付大选 而巫统要跟土团党断交 令外界尤其是华裔选民好奇 携热战友、民政和马华 如今一个在国盟,一个在国阵 双方若是在议席分配上谈不拢 会不会直接硬碰硬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担心 也包括我们的基层,我们的领袖也担心说 我们的议席的分配方面 其实对我来讲是吃药 重要第一点 要确保国盟赢 没有人愿意上战场呢 是要看到双方面都输的那个局面 每个人都要看到双赢的局面 所以我还是很相信是说 要达到双赢的局面也是 我们应该优先考虑的一个局势 如果是可以谈妥 不用硬碰硬的话 当然我们非常欢迎 如果谈不妥的话 避免不到的话呢 我们还是要面对 民政党的议员呢 还是把槟城放为前线走 到目前到现在都没有变到 只是在打议席方面呢 我们就交回给国盟理事会 跟主席理事会呢 做最后的一个决定 每一个政党或者每一个联盟呢 都有它自己议院 或者是属于要竞选的国州议席 这个是各自政党跟各自联盟的权利 所以当然我也可以讲说 我要打全部行动党的国会议席 我也可以 这个是我的议院罢了吗 到时候是不是这样 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的立场是这样 我们打100个国会议席 举个例子 可是我们100个国会议席 输到完 或者是我们打几个国会议席 让我们赢几个国会议席 我宁愿选择第二个 我宁愿是集中找少的国会议席 确保民政党的可以代表人民 在国会里面跟在走会里面 武统已经表达了他们的立场 不愿意跟国盟一起在第15届的大选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立场一表达过后呢 换句话说 如果这个立场还是持续到到国会解散过后 还是一样的话呢 换句话说 国盟将会竞选22个国会 换句话说的五个成员党里面呢 将会负责呢 竞选这222个国会 每个政党都有他的立场跟看法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相信呢 很多时候呢 不是领导讲了算 而是我们要看到是整个基层的意愿 是在怎么样如何的去执行 当然我们也看到那个 那个所谓的合作的空间 在土团党跟武统方面 我们也看到非常的僵硬 可是我们有意愿看到的 就是我一直强调的 还是要谈 谈佗就一起来面对第15届大选 谈不佗就面对 我们就要去面对这个三角战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最好的局势是一对一 可是一对一里面又要分哦 一对一里面是看武统在哪里 第一个 scenario的一对一呢 就是武统在国盟里面 就是在Precata National里面 面对Precata Caravan 这个是第一个 scenario 第二个 scenario是什么 武统是在西盟里面 就是武统跟PKR一起配合 然后面对国盟 这个是第二个 scenario 第三个呢 就是武统分裂 一般在西盟 一般在国盟 可是呢 这些我们都不排除的 因为这些都可能发生的 我们不保持药 页左右 不是 我们都要学会 的 感光 能e 不 那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